属于线道层级的以51线位处台七线以及台七甲线的南洋溪对岸 是大同乡重要的交通以及救灾替代道路 每当因为台风好雨的期间 通往南山的台七线以及台七甲线容易摊坊交通中断 不但阻碍到输果运输 也让部落成为孤岛 严重影响到民生以及救医等等需求 而此时以51线就成为唯一对外的联络交通及救灾道路 重要性不言可遇 地方也因此极力争取将以51线线道来提升为省道层级 透过中央经费改善道路及管养 以确保原乡的对外交通安全顺畅 而对此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表示 以51线提升为省道 经过中央部会的开会讨论 认为程序繁琐缓不济及 我们以51线也是最近我在协调这一个公务总局的 各位了解我们台区线在左岸 一摊方山坡下来就断掉 整个交通对外人就无法通行 那么就必须借重以51线 那么来改道来通行 我们地方可以说一二十年来一直想要争取 把以51线就是我们的右岸的道路 能够把它改成这个以七线省道的替代道路 但是中央我最近再协调 他们觉得改线的这个程序比较麻烦 恐怕返不济及 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弃 武则成表示 现阶段先由县府提出计划 争取公路总局生活圈道路计划经备补助 优先来进行道路的现况改善 提高路行以及路线标准 但我要求一个 先行县名称等级先不改 但计划路行路线的这个标准 赶快协助提高 所以现在县政府也已经提出 以51线的这一个改善的计划 现在正在送请这一个公路总局在省楼当中 准备纳入生活圈的计划 那么来改善它 那么赶快把它改善之后 将来左右两岸都有它的完整的道路可以来通行 就不怕这个山坡 你看看这个地方对面山就崩这样 随时都有可能让交通中断 所以必须要有左右两岸的 可以顺畅通行的道路 那这个部分第一步已经跨出去 也希望县政府这边 将来跟公务总局这边来合作 那最终的目的 还是希望达到能够达到省级的 省道级的就那个水准 来让它维持通行 那么是这个目的 武则成也强调以51线变更为省道 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它会持续推动促成 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这边 鸡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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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